我想跟你说说咱俩的事 怎么着 还想跟我说离婚的事是吧 是 铁了心要理 对 条件你可以提 爱宏 你还那么年轻 咱俩谁也别耽误谁 好 离 我都能够认识 但我有个条件 你说 把你们家院子给我 你说什么 这院子是我父母的 我说的不算 你也知道 我们家还有那么多 兄弟姐妹呢 除了这个条件 我都可以答应你 我就这一个条件 我 我跟你结婚两年多 青春可就没了 一个女人能蹦得的 也就这几年 你不能白白坑我两年吧 我坑没坑你心里有数 还好 这婚我是离定了 你不通议也没关系 我可以起诉 我们法院见 我快带着 我 来 就有 那根本就是 我 想要 这 你不通许 我 不通许 我 我 你不通许 我 你不通许 謝謝 我再看一下 好 這個 剛剛那個 好的 這個是最大的嗎 是的 這是我們這裡最大的 就它了 好的 那我幫您包起來 謝謝 不客氣 謝謝 不客氣 好 吴哥 别藏 别藏 我都看见了藏啥呀 你又没有上下机关键呢 到领导房间 都不知道敲敲门呢 咱俩的关系用得着吗 出去 敲门 重新进来 你接着给我瞧一瞧 我替你爸爸关 你懂啥呀 你结过婚吗你 是啊 我是没你有经验 给我出去 行了 吴哥 我不开玩笑啊 你给我看看吧 我没吃过猪肉 难道还没见过猪跑啊 来来来 给我 给我看看 小心点 这包装 真精美 这么大客串啊 还可以吧 挺贵了吧 这要送我 我的院价给你 有没有正形啊你 你下车了 赶紧上班去 来 老婆 我问他事 车里得怎么样了 他要知道你跟蓝星姐 又在一起工作 还不把咱车队给闹翻天 行了 老婆 你真是瞎着好心 上班去 不 我有这种事 吴哥 我是来找蓝星姐签字的 那他不在 你帮他给签一签啊 后面 后面 这儿 这儿 行 我走了啊 虎哥 记得啊 下回进到房间要敲门 好嘞 您在家呢 阿姨 你 你有什么事吗 没事没事 忙您的 你到底有什么事啊 最近身体挺好的 这房子这么多年 也没修缮修缮 太旧了 四毛 问你话呢 你到底要干什么 郭局 您老也在家呢 四毛 你来干什么 我今儿是来专程看看你老爷 来带礼物了 你这脾气怎么还这样 太顽固 少废话 你今天来到底想干什么 我今天来 收这房子 你说什么 什么 什么房子 现在这儿的每一块砖 每一片瓦 包括这儿 院子里的 所有物件 都是我的了 你说什么 疯了 当然了 我也不能太残酷了 给你们一星期的时间 好好的准备准备 好好收拾收拾 准备搬家 不是 你胡扯什么呀 这房子什么时候成你的了 就是 疯了 白纸 黑字 还有这 红手印 是您的吧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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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我爱你的 艾红说她要申请什么生育指标 让我来证明她是郭家儿媳妇的 哎 你那个什么 我估计艾红是跟您使了什么猫腻 没有 但是她是她 我是我 她是您儿媳妇 我来收房子 大妈 过去 你老了 我这长江后浪 那百年派在沙滩上 哎呀 怎么还是那么不成熟 记住啊 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就是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就是齐天 齐天以后来收房子 四毛 四毛 你别走 四毛 你不能这样 这是我们家 这是合法的 什么合法 这是派人的 这是 大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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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怎么样啊 医生 怎么样 医生 病人是脑溢血 已经抢救过来了 那 那我们能进去吗 现在 不行 还没完全脱离生命危险 需要在重症病房内监护 家属最好能二十四小时陪同 好 知道了 妈 你想吃点什么 我去给你做 不吃了 出来一下 咱们去 咋了 医生 刘文忠 你跟我去找艾红去 现在找他干啥呀 我让他跪在咱爸床前 直到咱爸出院 医生啊 咱爸现在住着院呐 你别跟着添乱了啊 我天哪 咱爸都病成这样了 你能放过艾红吗 是 肯定不能放过他 那还得等爸出院了再说呀 那咱爸要是出不了院呢 是 肯定不能放过艾红吗 你别瞎说 刘文忠 你跟不跟我去吧 你跟不跟我去吧 我不去 你跟没出息的东西 你不去我自己去 你跟不跟我去吧 你跟不跟我去吧 我不去 妈就不能一会儿让妈听起来 我花酒了 我听话 你先来 我这刚扫完你又可疑地 你别管了 一会儿我自己收拾 你收拾 你啥时候收拾过 我说 你俩人郭家 是不是也这么好吃 俩做的 你愿不让人家不待见你 怎么不待见我了 你看见了 我还用看 我还不了解你 红啊 你也知道 你跟郭虎那感情 本来就不牢靠 这好不容易 妈这儿赖死赖活的 让你们俩结婚了 你得拿出个 做媳妇的样来 我怎么没拿出 做媳妇的样了 是她郭虎不知道珍惜 有眼不尽的 看看 你嘴还硬 你要是个好媳妇 人家郭虎 她为啥提出离婚 行了 你不让买菜吗 去啊 饿了 不是 那离婚就怎么 我的事以后你别管了 你不让你来 去吧 一会儿你收拾 情况怎么样了 大哥 这么闹会不会闹出人命来 关我们什么事 他自己躺下来 我这心我就不踏实 要不咱问问 问谁啊 我 我给郭龙打个电话 龙哥 老爷子没事吧 大嘴 爱护底下房子的事情 我一定会找你 另外你告诉四老 如果我们家老爷子 有任何三长两短 我一定让他陪葬 虎哥呀 这事跟我没有关系 老爷子没事吧 虎哥 虎哥 大哥 郭虎说了 他老爷子要有三长两短 他让你陪葬 我必须要走 我去哪里 你怎么办 我才能带你 来吧 老爷子 我还没有 带你去哪里 那个队 我才能带你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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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你去哪里 感谢观看